先賣回來 這樣 那個我們的私人去吃蔥油餅都怕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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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變 好 再去 你不能坐 你不能一直站著這樣子 對對對 對啊 我覺得剛剛人家說我是對的 其實很多 這回到一個 我覺得其實雖然說人家走了 可是讓我回憶一下 我覺得 就是回到剛剛的問題 這可以檢視詩到底是不是小眾 這可以檢視詩到底是不是小眾 事實上很多創作者是沒有浮現出來的 不見得他們寫得不好 應該說 詩不缺少創作者 其實這個年代一堆人在寫詩 沒有什麼人在看詩 對 我們focus 其實如果focus這樣 focus的點就在沒有人看詩 不是詩架不架詞 我想一首架詞2000萬的詩 其實不是因為他價值2000萬 是因為他裡面的東西 這是我們focus的 當然大哥現在就是那句話 確定你是不是 可是我想應該是這樣 那我覺得 詩詩需要讀者 什麼東西都需要讀者 對 我其實剛要傳達的跟大哥差不多 就另外一個路不要想要是 不要把你的讀者嚇跑 不要把你的讀者嚇跑 你把你的讀者嚇跑 你寫的東西沒有意義啊 對 其實我要講的是這個 那像大哥那個就是 對 有很多前輩走到我們 我也知道就是嘉義士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前輩作家 可是其實不是 他們沒有發表很多東西 他們自己訂過一些東西 我有看過這樣子的東西 那可是 杜爺後來也是因為鬥爭走到 後來遇到杜爺的時候 他覺得一口不提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 我對杜爺老師遇過好幾次 我會覺得 所以 我們下手我們得讀者 下手我們得讀者 所以說 我覺得大家講得真好 哈哈哈哈 有沒有 有沒有另外的要分享 對 因為時間已經 還有 20分鐘到9點 對 國興大哥不知道腳好有沒有 那個 對 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個專 我不知道北部有沒有 郭爺南坡 進場 進到風惡性組織園 進 進到風惡性組織園 進到風惡性組織園 那有厲害 那這房組 進到風惡性組織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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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聯合小說新人牆 然後 今天他的那個長子 紅柳康 就靠 上面就一個中國牆 就中國牆下面接 台灣的新人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 他下面王聰威總編輯 王聰威他自己說一句話 因為台灣的作者 太害羞了 他們說他太害羞了 因為太害羞 所以提不出什麼樣子的意見 因為太害羞 所以不敢跟別人說什麼事情 然後因為害羞 導致他們之後變得虛弱 那虛弱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也曾經看到他們中篇 中篇的小說 得獎的中國 中國人 對阿拿來的 先說好 我是台灣人 好 然後 然後 就是說他 他在寫那個東西 我就有一個感覺 就是 他寫的東西其實 就跟你們 就我們詩的那個語言一樣 他就是很簡單 他不會跟我們 這邊有很多人去投的 投的那些小說作品一樣 互動玄虛 就有種感覺他們就在誤弄玄虛 就有一種 我今天只把我的眼光 放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然後我不走出去 然後你們要進來看我 可是重點是憑什麼進來看 那就變成說 你剛剛寫說詩的小眾話 就是有這種關起門來 自己說 我現在舞台就在這裡 你們要進來看喔 你們要對我負責 那這種小眾的心態是 也是到最後變成說 我們不管怎麼寫 就是把自己的 變成變成小 變成小 你說你敢提這種問題啊 你有沒有發現 全部的人之後你敢突然說 我不只好歹 我覺得你說的是對的 我不只好歹 我覺得你說的是對的 就是我們的文藝 我看國慶大哥 在這裡賣錢 沒辦法在心靠 很快要敢出發 就是 其實我覺得折現 就是我們這邊既然文學 一定是文學比較文 我們直接講文學 台灣的文學現在問題 已經不在於我們的技術 也不在於我們的 什麼學生啊 更不在我們的歷史 而在我們的社會 其實沒有給一個創作者 第一個他沒有給他好的方向 他沒有給他好的方向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渣 人渣當到了洛宇峻 然後那個 那個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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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算是還好 雖然說他是模仿人家 他的小時候也算是 那我們說實在的話 台灣還有一個更討論的情況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你說台灣 台灣如果他專注台灣這塊島就算了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我在花蓮那邊的那個 我這一次 因為台北的四部 四哥姐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我二十六號 然後我是去太平洋四哥姐 是花蓮翻 花蓮四哥姐 你看不到任何一個南部的詩人 我給你打包票 這次的台北四哥姐 你也看不到那個烏烏 你一定看不到李威脅 你也一定看不到烏烏 你更看不到岩上 台灣有一個很奇妙的地域線 我們的台灣自己內部有一些 這是社會問題啊 這其實不是文學文學 是社會問題 可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創作還是分得很明顯 就是 我敢跟你打包票 你去中部 如果今天去中部辦一個 辦一個師哥姐 你也看不到羅志誠 因為羅志誠槍過槍 他跟律師誠槍過槍 你一定看不到他 你也可能也看不到陳怡茲 可是你一定看得到度眼 一定看得到紀小亮 一定看得到嚴重症 也一定看得到嚴上 不是很 不是很對 所以說他是一旦的 對 那你就會發現 這是一個 在台灣 他剛剛講到一個 就是很吊詭的事情 那其實 老師我可以罵人嗎 對啊 你說四個就是罵人 對 也不是四個就是罵人 是有一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就是 台灣的創作者還沒有意識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有一個叫黃德史的前輩 其實他在那個台灣文學 在論台灣文學跟日本文學的差別的時候 他就已經講過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民族是很複雜的 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學文學的很分心 我們學文學的學文化的 我們這一批人 就是搞社會弄的這件 我門心自問一件事情 我門心自問一件事情 你怎麼好 英文打招我怎麼說 我會把How are you 聽得懂嗎 誰告訴我什麼叫IBO BIO 什麼叫IBO BIO 這句話是周族的How are you 就差不多嘛 對不對 就我祝福你的意思 就像日安那個 法國日安 對不對 Dokasota 是哪一組的 哪一組的 Mari Mari Masaru 哪一組的 這應該知道 這還滿多人知道的 我要說的是 今天我們在這個島上 你們在這個島上 你他媽的語言都學不好 你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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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該死的政客 然後我們這一群不斷在鑽研和文化 或者是某個文化的學者 創作者 還有我們這一群不知的百姓 我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我們在製作島上 你應該意識到你在嘉義市 或是你意識到你在台灣西里 至於東部就是一塊 好像很多原住民的地方 馬里山就是一塊大陸人 很多會去觀光的地方 至於那個地方 台灣人是什麼樣子 我們門心自問 我現在令台灣人覺得這件事我感到受困 我對不起台灣人覺得 我們等一下在想什麼就是這樣 不要說什麼 卡法就是你怎麼會講 你剛剛沒有卡法 有什麼樣子 對啊 我覺得這是我們 我們生活在這一塊地方的人 不要說知識分子 人都普遍沒有這個概念 現在他們那個 兩個 兩個總統候選人在吵說 誰會講客家語 笑話 那兩個什麼東西啊 台灣就是我這批人 他會敗壞我們國家的那個價值觀 根本不是拿出來吵的 平常你說 在好幾秒教客語 我們就不用學啊 你最好是每天在看針放那個客語節目 我聽得懂啊 反正我都一直唸 誰知道你在說什麼東西 不能學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塊地方的人 對我們自己的地方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說才會focus到一個 我們不是focus在台灣 你根本視野就沒有台灣那麼大 對不對 阿虎看哪裡 韓語的 更不用說其他地道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 這是我目前念到台灣文學 我最不想唸 繼續 我最不想唸碩士的語 繼續唸碩士的語 因為在這邊學不到我想去的文學 我覺得這一批版台灣文學 老師不是說你 我覺得這一批版台灣文學 很多前輩 很多前輩 很多當時在搞台灣文學 在搞中文的那些前輩 在搞語言學的那些前輩 都很無恥 老師要講話 老師要講話 這又把老師逼出來了 你講完了嗎 老師我講完了 對不起 好像韓語講的 物不平則平 你剛剛講那個 屈原 那個不見得是罵人 離騷的本意就是老騷 他是怕老騷 你也可以假戒至通 那個罹難的理 所以他也是代表他遭遇優碗 那基本上 我所知道文學比較普遍就是 像那個 那個叫楚川白青講的苦悶的象徵 就是你心裡面 可能有一些感觸 然後你壓不下去 那就把它呈現出來 那詩歌啊各方面很多都是這樣 教自己心中的美患 大概都是這樣 那你剛剛講的那個 好像一個叫黃尊憲的 我手邪我口 黃尊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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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剛剛講口語話 清末不是有一個叫黃尊憲 對不對 我手邪我口 所以那個 七詩歌到底是怎麼表達 我倒覺得 本來就各有自己的想法 那只是 而且 我們或者可以講是 中頂森林各有偏信 每個人有些人 他就是喜歡去經理 布局 那有些人是想要把自己心裡的那種 感受那個律動把它呈現出來 其實我想 某些角度我們是互相尊重 只是說到後來變成 特定的人在把持這個 就真的有問題 現在問題是在這裡 那不過你剛剛提到 剛剛經由你的 算是一段時間的那個談話 終於了解你為什麼要寫神奇方便衝突的地方 那我剛剛為什麼要講話 我現在講到重點就是 我覺得關鍵在於 你自己怎麼看 怎麼唸 怎麼去呈現 其實書 到了大學以上 如果你慢慢已經有自己看東西的角度 你根本不需要老師 還是你需要老師 那有突然 其實很多方面的規都很有 自己是可以把它自圓起出來 那所謂需要老師只是說 也許我們有些部分看得比你 給你一些意見 那我自己 自己那個了 中文系畢業之後 我以為真的在外面有晃 然後沒有真正繼續念 那我後來開始念研究所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都是自己在做的 我老師都 我所有事都很小 我就跟他諷刺一生 然後就直接準備博士 我就直接給他 我就直接給他成本 博士等等都是一樣 那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你看到後來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自己去做研究 所以你講說哪些人搞爛哪些東西 如果有這樣的想法還蠻歡迎你進來的 因為就是必須要去改造 需要去做一個 某些角度是一個反動 然後你剛剛提到的一些 這個我在上面常常提到 其實後現代把很多文學上 把很多一些理念全部都掃當過 那我們現在剛好是在後現代末期這個廢墟當中 有人想要重新建構 但是又好像目前沒有那種明星級的人物 能夠把大家拉拔起來這種英雄 現在大家在期待 某個角度也許變成說 一種期待英雄的事情 那另外角度就是說 等到大家真的受夠了 厭匿的這些所謂後現代的做法之後 一樣 任何一個東西到了一定的程度 到了物極必反 它就會有一個新的趨勢重新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剛好是在這個最後 最尾端的這個泥鬧裡面 那這個泥鬧到底還要多久 那當一方面看有沒有這種天才出現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當然也要留心的人是很多的 那在場各位 年輕人齁 我某個角度剛剛也跟你提到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的時候 剛好是老婆大概還在的時候 所以我們那時候比較有個目標 好像是說要去打倒這種威權 那現在威權都打倒 後來發現大家要變成都廢墟的時候 現在需要的是有心人重新去建構起來 那這個部分我也蠻期待 或者是蠻希望 在場的各位如果有心的話 大家一起來一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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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